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17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北戴河会议确定 中国战略性的退却 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在5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做过一个基本的判断 当时的基本判断是什么呢?就是以当时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当时没有到现在的地步 但是 5到6月份中美关系已经接近破裂了 我当时的判断就是中美关系已经 已经破裂了,已经失去了政治基础 然后中国的对外的 对外关系的这个架构 架构已经开始 开始崩溃了 所以我当时的判断就是说 中国在,第一,中美关系破裂 第二,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已经全面进入紧张的状态 然后中国内部 经济 我们应该讲,现在是过去20年中国经济最差,而且还没看见底 然后是疫情和水灾,自然灾害,各种自然灾害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涉及到什么呢?还有一个涉及到 疫情,这三种情况,就是中美关系,中国对外关系 然后经济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疫情和自然灾害 这三个情况交织在一起 中国不可能再保持很强势的对外扩张的势头 那么中国要进入一个战略退却的状态 但是呢,从5月份到6月份,然后就没有看到这个事件 那么 中国仍然保持对外非常强硬的这个态势 继续扩张,一带一路继续搞,持续都在继续搞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 出现了转变,这个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转变的原因就是北戴河会议 那我们先来讲,讲北戴河会议,先讲会期 关于北戴河会议呢,中间有很多传闻 这个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中国政治不透明 所以 中国的政治基本上我们叫 黑乡政治或者是黑霞政治 你只能通过蛛丝马迹来推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里面的人也不会往外透露 所以大家都是推测 没有人在现场的人跑出来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那就是现实 那么 中间有两个传闻,第一个传闻就是说北戴河会议会,今年的北戴河会议 会缩短 缩短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形势不好 多谈也没什么意思,所以缩短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到后来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 会议延期 说会议延期 说会议延期的其中一个表征是什么呢 就是8月15号的这个 叫什么 中美的高层贸易 视频会议 取消 这个会议取消,本来这个会议是中国方面提出来 而且是计划当中的一个事情 但是中美取消,取消的原因说法是 北戴河会议还在开 还在开 有些事情还没有定 这是个合理的说法 但是我当时的判断是什么,我当时的判断是 应该是中国没有拿出美方 接受的条件,所以美方并不积极,所以最后没开成 这都有可能 但是可能性,从目前来看可能性更大的是 可能性更大的还是北戴河会议没有完 那么这是一个,那么中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中间发生了一个 栗战书,栗战书就是政局常委,人大委员长 8月11号跑出来,跑到北京 开了个人大常委会 人大常委会当然很重要,因为这次人大常委会有一个议题 就是就香港的这个立法会 立法会选举延期,中间有一个 这个空隙,这个空隙就是有一年时间 那么没有立法会,没有立法会怎么办,他出现了一个宪政危机,或者叫 宪政真空 那么人大常委会要出来释放 那么栗战书跑出来 开人大常委会,这个要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所以他 我当时的判断是 北戴河会没有结束 然后栗战书出来开会 开完会之后再往回,再回去继续开 从前来看,应该是合理 那么现在北戴河会结束了吗?结束了,为什么 今天这个,今天李克强出来了 李克强出来开这个国常会,国务院常务会议 那么你看会期也差不多,因为 北戴河会议通常是10天到两周 就是 10天到 15天左右 那么如果以这个时间来看 那么就是应该是16号,8月16号,或者8月15号结束 那么这个,叫什么,中美经贸磋商这个视频会议 没有开成,以这个为理由 合理 那应该是在16号,也就星期天 结束,然后星期一 这个李克强 到这个回北京开这个国常会 还有一件事情,8月17号是 江泽民的生日,江泽民的生日据说是在上海过,理论上也应该是结束了 这是会期,会期这个扑朔迷离,因为 没有人确定 所以中间有很多的 变化,这是第1个,讲会期 大概是这样,这是第1个,第2个 北戴河会议,这次北戴河会议有一个重要的进程 什么进程 就是政治老人 政治老人,比如说江泽民啊,朱镕基啊 这个这些什么,李瑞环啊这些,政治老人 伸手 对现有的政治局势伸手 伸手就是说话 就是发表意见 那么虽然习近平大权独揽 但是政治老人在中国的 在中共的政治 政治文化当中,政治老人虽然 他没有在位置上 但是他的政治地位 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在 目前中国现在的局势 已经到了什么情况呢,已经到了就是 就是 现在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危害中共政权的这个 时候 那么政治老人这个时候出手 也是常态 就是说以中共的政治文化来说 在这种形势下 政治老人说话 有人听 包括习近平也得听 这是第2点 第3点 当然 这些政治老人呢有两个 最重要的影响力,一个就是人脉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政治地位 当然他们也不会讲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那么 讲的都是大政方针 这个大政方针基本上我认为 应该涉及到两个层面 第1个层面 就是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 应该是 政治老人 提到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是第1个 第2个,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其实就是政治,也是政治问题 是什么问题 就是改革开放的问题 或者是讲 邓小平路线的问题 其实就是这样 对内要讲邓小平路线 对外 要讲中美关系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流传出来 流传出来的一个说法 叫什么 三软三硬 那么要进行调整 中国的整体战略要进行调整 我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 这个三软三硬是这样的 第1个 软是对美国软 对西方软 行动上要软 这是第1个 第2个 对国内要硬 对香港要硬 宣传上要硬 这个主要是针对什么 这个主要是针对 对外关系 对外关系 对内政策 那么 从文风上看 三软三硬的文风上看 像江泽民的话 像江泽民的话 他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 身段柔软 立场坚定 这是很符合江泽民的特征的 江泽民的特征身段很柔软 话愿意说 做事情做得很 就说不是那么操 这有上海海派的风格 就是做工作做得比较细致 然后遇到问题 比较有策略 不像习近平,习近平的就是 粗放 粗放就是 硬桥硬马 就是 第一,身段柔软,立场坚定 这是第1个,第2个 抓住核心关键 核心关键是什么 政权 三硬三软,其实他指向的都是中共的政权 这是第2个,就是他知道 中共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就是政权 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着怎么保住政权来展开 这是第2个,第3个 抓住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是什么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主要矛盾 当前的主要矛盾 第4个 有进有退 有保有放 有保有放,有进有退是什么,就是 该退的退 该进的进 该守的守 该放的放 大概是这样 三硬三软,其实呢就是 简单的说 就是 放掉什么呢 放掉对外关系 对外关系全面退却 总的来说 对外关系全面退却 对内保持高压 嘴巴不能松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很符合中共的 执政特征 就是 他知道核心的问题是政权 核心的问题政权 在政权这个问题上不能退 不能退怎么办 保持高压 就是要硬 该打的就打 嘴巴上要硬不能松口 就是 宁可被人见,宁可被人说也不可被人见 就是 要保持高压 对内高压 在香港问题上硬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退 他一退的话他就崩掉了 崩掉哪里崩掉,香港那边崩掉 就是如果他一退的话,他在香港的那一票 帮他敲锣打鼓抬轿的的人就崩掉了 所以在那块呢,所以香港要硬 嘴巴上要硬 嘴巴上要硬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对内 对内你要硬 立场要硬 你要抓住这个政权 你嘴巴不能松 嘴巴一松的话 给人口石 那明星就发生了变化 所以呢 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对外 战略退却 对内守住政权 基本上是这个 那么有一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这个三硬三软里面 没有解决什么 没有解决经济问题 经济方针的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经济到现在变成一个这个样子 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核心的原因是 习近平改变了原有的邓小平路线 邓小平路线就是两条 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 改革开放 讲来讲去 是行动 就是改革和开放是行动 但其实他们指向的是目标 就是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就是改革的方向 那么改革开放,习近平改变的是什么 改变的是我还是要公有制 我还是要有公有制 还有国有经济为主体 如果国有经济为主体 实行公有制 那就不是改革开放 那就是往回走 这个问题没解决 这留了一个大尾巴,这个大尾巴其实是什么 其实就是习近平 来 以这个为 为核心 站在他的中共内部的制高点上 中共内部是什么,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你说我要搞社会主义 江泽民能反对吗 反对不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提 你看 三软三印里面是不涉及什么 不涉及 这个议题 就是经济议题 或者是 邓小平政治路线的媒体 这个媒体的话呢,其实 给中国留下一个巨大的 巨大的坑 这个坑没填上 北戴河会议 只解决了一半的问题 只解决了一半的问题 你可以看,习近平上台之后 大政方针其实是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对外,一个方向是对内 对内是干什么 公有制 国有经济 坚持公有制 坚持发展国有经济 中国现在的经济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跟这个是直接关联,就是因为这个政策 让中国经济开始往下走 这是第1条 这是大政方针,对内 对外扩张 大量的扩张,全面扩张,一带一路 全面扩张 这个大政方针让中国现在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么北戴河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 北戴河会议解决了第1个 对外的扩张 改变 变成什么 战略性的退却 收缩 收缩对外的战线 这是第1头,第2头 坚持对内的高压 政治上高压 但是 习的对内的这个大政方针没有 没有提出来 没有提出来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两条 第1条 习近平的权力还是相当的稳固 虽然政治老人出手 对外做出一些调整 但是他的总的方向没有变 习近平总的方向没有变 对外的战略上的退却其实是一种策略 并不是放弃他的理想 放弃他的中国梦 中国梦没有变 这是第1头 第2头 但是习近平的这个 权力是受影响了 你想一下 如果做战略上的调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犯错了吗 你有错误吗 有错误被纠正了吗 那有错误被纠正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 就你得 你得做一些调整 这个调整 当然是权力的调整 权力的调整意味着人事的调整 这就是中共的政治逻辑,中共的政治逻辑就是这样 你没有错 那你就继续 你现在这个局面就继续 你出现错误 那行对不起 那你就要 你就要想办法调整,调整什么呢 调整权力 你要把一些有些事得交给其他人管 你不能全管 然后就有些人事安排要重新调整 你不能够 不能够你一人说了算,你开始要其他人要开始说了算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权力布局和人事布局会有相应的改变 这个可以看得到,我们未来会 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慢慢的看到一些这方面的变化 这是第1个,第2个 关于对外的战略性的退却,有两个主要的 表现是能够看得出来 第1个 就是 南海和东海 南海和东海其实包括什么,包括台湾海峡 包括南海问题 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 基本上美军在东海 包括台湾海峡,包括台湾水域 包括南海 南中国海 美军在这个区域非常活跃,空前的活跃 那什么意思,美国要对中国施加巨大的 政治和军事的压力 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 包括美国的侦察机,那叫抵径侦察,侦察机叫抵径侦察 就是100公里 就是在100公里的边上 就飞 那就是就是查 你开不开雷达,你不开雷达 那我就 就沿着边飞 你要是开雷达,我就抓数据 抓这个数据,了解你的频率等等 等你 这些数据我全部掌握了,那打起仗来就好办 只要你开雷达 导弹就 沿着这个信号就去找你 大概是这个方向 然后呢就是航空母舰 战斗群 围着中国的这个东海跟南海 不断的演习 这段时间呢,大家知道 大家应该很清楚 18年19年 中国在南海,特别是在南海岛礁,人工岛礁附近 对美军是非常的强硬的 而且在这个,在中国东海区域的这个侦察机,侦察机也是经常 经常 采取驱离的方式 美军都放过很多视频录像,都有 但是7月份以后 中国海军跟美国海军根本就不打照面 连照面都没打 就是 说明什么 中国海军撤了 中国海军根本就撤了 然后习近平还在向什么呢 习近平在给美国递话 什么叫递话,就通过各个渠道向美国传递一个信息 说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开第一枪 我已经跟这个我们的部队已经下了命令了 我们不会首先开火 就防止我们出现这个 擦枪走火的这个情况 这个话说的很技巧 我不会首先开火,意味着什么 这话说的 非常的技巧 就是我不会首先开火,并不意味着我不会开火 我也会开火 但我肯定不会第一个开火 我不会打第一枪 就这个意思 这个话想起来,这个话听起来像是真的 当然他不会说我已经下了命令,我要他们不开枪,那怎么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所以这件事情反映什么 反映 就是中国在整个的周边海域 处于一个 往回收缩的一个态势 这是第1条 第2条 对美的态度已经 放软了吧 对美要软,是不是软了,对日也在放软 16号 东海的休渔期结束 然后福建 浙江,东海就是福建浙江,主要是福建浙江 已经得到,这个渔民已经得到通知 禁止在 钓鱼岛 钓鱼岛周边30海里以内 不许进入 这个没有 这是没有过的 中国过去几年时间 中国持续的派这个渔政船 在这个钓鱼岛区域活动 持续的活动 巡航巡逻,持续在这个巡逻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我保持在钓鱼岛海域的存在 说明什么 说明我对这个区域进行有效管辖 就是用这个行动,否定 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 主权诉求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持续的进行这方面的 动作 然后 整个的 用很多就是什么,假扮渔船或者用渔船来冲击这个 日本的这个自己公务船的这个行动 非常的激烈 在钓鱼岛附近 过去几年 中国的行动都非常的激烈 但是你看一下 发一个这样的通知意味着什么 那以前恨不能让渔民就在钓鱼岛那捕鱼 就是否定 日本的这个 主权 那现在挂出来 福建实施渔港 15号挂出什么,挂出个标语 严禁渔船赴敏感海域捕捞作业 敏感海域就是钓鱼岛 就已经发出通知的了 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要保持和 日本的关系 不想和日本发生剧烈的冲突 就是再往回退了 再往回退了,基本上是这个态度 那么大体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5月份6月份 我们的研判就是中国要 退却 退却,就是对外关系当中要往回退 那么这次通过我们观察这个北戴河会议,然后中国近期的一些表现来看 中国对外的扩张的态势已经结束了 应该他要进入战略退却的 一个这样的战略了 大概是这样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里 然后我们再回应一下蔡霞吧 蔡霞这件事情 刷屏 刷屏 那新闻是这样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校的另外一个招牌叫国家行政学院 这就是一个招牌,两个招牌一个机构的一个做法 就是 行政上叫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体系里面叫中央党校 蔡霞是中央党校的这个 教授 他退休了 然后他就中央党校发了一个公告 就是文件 这叫文件 中央党校退休教师蔡霞发表有严重政治问题 和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 性质极其恶劣,情节极其严重 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违反国家事业单位行为规范 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驻中央组织部 纪检监察组和中央党校 机关纪委联合审查调查 根据中共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在新规定的 有关规定 中央党校决定开除 蔡霞的 中共党籍取消其享受的相关退休待遇 这就是文件 蔡霞做了个回应,说这几个小时很多朋友 微信、语言、邮线、电话给我支援和爱护,很感动 公道自然人心,我很高兴 与这一帮 与这个黑帮一样的政党彻底脱钩了 从此 我归队了 回到民众的行列 蔡霞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必须要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去努力抗争 去承担代价 全民族都在付出代价,承受代价 我只是其中之一 我做不到岁月静好 我也没办法不说话 然后他说,他们剥夺我养老待遇,我今天向他们提出抗议 我工作了43年,退休养老是我的权利 他们侵犯人权,政治权利 不同 与我的退休养老是两回事 他们不可以剥夺我的权利 在此向大家表示感谢 大家再替我打抱不平,谢谢大家 这是蔡霞的回应 这里面有两件事情可以讲,第一个蔡霞 蔡霞有一个录音,然后陆续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这些文章其实非常的尖锐 蔡霞的文章核心讲什么呢?蔡霞的文章核心讲的是一条 其实蔡霞所有的文章 讲的是一条 第一条 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 把中共变成了一个黑帮 这是前面这一段 他应该下台 这就是蔡霞这么多文章 讲的核心的问题,就是 习近平把中共黑帮化 那么他应该下台 这是蔡霞的核心的诉求 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很清楚的两条,第一条 中共很少这么干,什么呢?就是 中共不承认他有政治犯 中共一直都不承认他有政治犯 从江泽民时代开始 中共把这个政治犯叫非政治化 就是政治罪 非政治化 非政治化,就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任志强,任志强他不说他有 他不承认他的政治迫害,任志强就是政治迫害 但是他不承认 他用什么呢?用经济罪或者其他的刑事罪 来治罪 所以中共从江泽民时代就开始干这个事情 就是 他的政治迫害 是用经济或者刑事罪 来进行政治迫害 但是蔡霞这件事情,其实呢 他就 言论治罪,大家看这文件就知道,这个文件讲得很清楚 他犯了一个 错误,这个错误是他发表的言论 这个言论 对他这个言论治罪 这叫什么 这叫言论罪 言论罪就是政治罪 这件事情反映了中共 在政治迫害 政治迫害 为什么这件事情 要说出来的原因是因为 蔡霞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 他不仅仅是在国内,这件事情在国外 全世界都看得到 那么 在一个全世界面前,中共 言论治罪 政治罪 如果是政治罪,好在呢,他不在 不在中国,他在美国 蔡霞是在美国,所以他没有人身被迫害 所以这件事情 两件事 第一,蔡霞批评 他没有人身被迫害 我 我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其实中共呢 就一直是黑帮 中共的文化其实从他见证开始 一直到现在 他的基因里面 就是黑帮 什么叫黑帮 黑帮的特点是什么 黑帮的特点就是两条 第一条,暴力 黑帮一定是用暴力来维持他的 管制的,他的所有的规则都是以暴力为展开的 所以这第1个 黑帮的特征就是暴力 这是第1条 第2条 黑帮是独裁 黑帮没有什么 黑帮的老大 定规矩 这个规矩根据不同的老大,定不同的规矩 黑帮的特征,就这两个特征 第一就是暴力 第2个 就是老大定规矩,老大想定什么规矩,就定什么规矩 就没有 恒定的规则 所以我一直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为一个国家,他的国家特征不明显 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国家的制度不稳定 经常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那个国家就不稳定 国家 国家制度不稳定 国家制度不稳定的国家,他的国家特征就不明显 那么中共建政到现在,他其实就是个黑帮特征 黑帮特征是什么,就是 不同的老大做上去,他的不同进行 就改规则,不断的改他的规则 所以他的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原因是因为 中共就是黑帮 他一直就是个黑帮 蔡霞教授这个 这个叫什么 贡献是什么,蔡霞 教授的最大的贡献是把这些事说出来 说给大家听 你看 习近平把中共变成了黑帮 但是我认为 中共就一直是黑帮,虽然他已经做到 做到了一个执政长的地位 做到了他,做到了统治这个国家 但是他仍然没有脱离黑帮的 这个属性 就是还是黑帮的属性 他不是一个 他不像一个执政党 他仍然是个黑帮的这个特征 所以他这个黑帮的特征 并没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而改变 所以呢 我觉得蔡霞教授是有贡献 就是让大家看清楚了 黑帮这件事情 然后他也讲清楚了 习近平这些年 他做了哪些倒行逆事,那总结得非常的棒 我们也贴过 蔡霞教授的这个文章我们也贴过 大家可以在社区里面搜一下 是有的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两个,总结一下,第1个,北戴河会议 结束 那么他调整了一个中国的对外战略 就是中国的对外战略进入战略退却的一个状态 调整 但是内部的大政方针,对内的大政方针 没变 这是第1个 就是北戴河会议,我们总结一下 第2个 就是蔡霞,蔡霞被 中央党校开除党籍 停了他的这个退休金待遇 退休待遇的话 这是违反人权 违反人权 而且 言论治罪 中共这个一不小心把他的尾巴没有藏住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就下面就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后,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 尽量的 简洁 三个,情况,问题,观点 好吗 好,谢谢 请大家尽量的帮我们点赞,我们需要点赞,最近点赞有点少 谢谢大家 鸣谢一下 谢谢 为墙内翻墙的朋友们加油打气 非常好 谢谢,感谢王先生每日点评 对外战略退却了,可以缓和 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吗,老年人 老人年事已高,再人几年,媳妇就熬成婆了 这块我今天没讲 我也没有办法讲 因为这里面有一点难以判断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当然主要是讲,我们主要是要 判断美国 判断美国,主要是判断川普 川普总统的态度 当然毫无疑问 中国的战略退却 会不会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 或者说改变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我的基本,我初步的研判,我认为很难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有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就是敌意 就是说 你看他,你看他往回走 那你会怎么判断呢 你是判断他害怕了 说回去 回去找新的武器,拿更大的武器来,还是 他回心转意了,不跟我打了 这有两个不同的判断 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西方文化来说,就是 当你欺骗了我的时候,我基本上就不会相信你 你说要让我回心转意,再重新相信你,可以 用时间来证明吗 用时间来证明吗 不可能我今天,我今天打你一棍子,你就说我不打,我投降,我跟你一起 我就相信你了,因为你骗了我十年 我现在你两句话我就回去了,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大觉得美国或者西方会相信中共 这是第1个 第2个 他嘴巴上不是还硬吗,行动上软 但是嘴巴上硬啊 嘴巴上硬,当然核心的不是说给美国人听,是说给国内的洗脑听的 嘴巴上硬 那美国也不一定就觉得你改了 你再派杨洁篪到美国去做工作 美国不一定会听他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 不一定会有这种效果 或者至少 至少短期之内 不会那么快 至少在川普总统这个 任期里面,我不觉得他有改变的可能 鸣谢 观点啊 如果他不拔出钉在香港的钉子,就不是退却 只能叫以退为禁吧 OK 那也可以,也可以这么说 香港为什么,我说对外退却没有讲香港,香港还保持硬 因为香港已经变成他的其中一个城市了 对吗 所以他还是觉得 香港是内嘛,香港已经是内了 观点,战略退却就是新版的韬光养晦 等我强了再搞你,等我蓄力再和你斗 我比较悲观,觉得美国花了这么大力气,四处拉联盟 最后还是会选择和解 等四年后川普任期 结束任期,一切又重新开始 提问,中国对外服软,美国应该 不会改变对华政策吧,超级大乌龟已经被蛇咬伤了 我已经答完了 观点 今天看到国内各大媒体报道蔡霞被开除党籍 取消退休待印证了蔡霞 录音的真实性 中共有些动作真的很蠢 蔡霞事件本来很多人不知道,这么一闹 估计很多人都会想 都会想办法去搜搜索蔡霞说了些什么 这叫什么呢,这叫蛮横 蛮横有的时候表现出来就是蠢 观点,用女儿威胁唐娟,用儿子威胁黎智英 用退休金威胁蔡霞,用嫖娼搞臭 徐章润,用死亡威胁任志强 中共最近出的都是下三滥的招数 没错,他就是黑帮 就是黑社会 黑社会只会 只会这些下三滥的招数 情况加观点,情况驻休斯顿总领馆全体馆员回国 备受集体三等功,王毅赴机场迎接 这是鼓励世界其他国家的 使命馆驻外人员继续为党卖命 央视还出来一个 人归置不休的海报 号召他们贼心不死 继续想着怎么祸害美国 这就是 我还是那句话,这就是黑帮 就是叫 他不有两个意识吗,一个叫底线意识 一个叫 斗争意识 我加一个 叫团伙意识 我们是一伙的,这就是团伙意识 就团伙意识 情况,白俄罗斯爆发这么大规模的反独裁 游行,到了央视新闻那里,成为明斯克街头出现大规模支持 政府游行,刚刚看到还以为是网友批出来搞笑的 完全颠倒黑白 中共的宣传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魔幻 你还是要去看一下 参考消息 还是要看看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绝对是人类 新闻史上的奇葩 观点 共产党30年前天安门干一票保证权 结果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垮台了 这次香港再来一次 泰国白俄罗斯一群权威老朋友 可能要垮一批 观点,最近白俄罗斯人民正在努力推翻独裁者卢卡申科 白俄罗斯之所以有了民主化的可能 就是存在的反对派 但在中国,因为中国社会的原子化及打压,中国难以形成反对派 任何反对势力都会被清算或者孤立 满清之所以被推翻,台湾之所以完成民主化 就是因为有一个反对派在持续顽强的抗争 而现在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反对派 即使中国经济崩溃,民不聊生 但对中共来说,权力还是稳固的 中共20年内权力还是稳固的 这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叫政治现实 政治现实的确中国没有反对派,没有政治上的 形成规模的反对派 这是第一个,这个没错,这是中国的政治现实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中共的战略意图 中共的战略意图就是一条 就是把老百姓碎片化 或者杀化 或者叫原子化 让他们一片散沙 没办法结团 没办法结团就没办法形成反对派 这是中共的 意图 和策略,这是第2个 第3个 民心 老百姓心里想什么 老百姓心里有一部分 彻底被洗脑 这就是中共 中共其实是吸收了 吸收了什么呢,吸收了 中国帝王术,这就是中共,中共学习帝王术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帝王术 就是对老百姓进行大规模的心灵洗刷 就是洗脑 这是一头,也就是说 被洗脑的这些民众失去了反抗意志 或者反抗意识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但是有一个条件 正在发生变化 就是什么条件 就是中共和民众之间的契约出现问题了 中共跟民众其实是有个契约 老百姓其实是蛮接受这个说法 就是说 中共的确是独裁 但是这些年他干得不错 我们的生活是改善了的 我们生活比原来好 所以他独裁 你换一个其他的人也是独裁 所以我们要是反抗,万一他来了 我们现有的好处就没有了 这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契约 这就是邓小平路线的精髓 邓小平路线是什么 邓小平路线其实核心就是这个契约 就是 我呢独裁 我垄断政权 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让你们过好日子 就是你的生活的比原来好 而且越来越好,持续的改善人民生活 这是一个交换条件 交换条件 那前提是什么 怎么样才能够把生活搞好,把人民生活搞好 就是一个中心,两个经典点 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折腾 踏踏实实的把经济搞上去就行 就是不断的改善 这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所以 就是别折腾 不玩政治,不搞斗争 邓小平的基本政治路线就是一个这样的路线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情况都没变,我刚才讲的所有的条件都没发生变化 唯一发生变化的是什么 习近平开始折腾了 先折腾外边,到处撒钱,扩张撒钱 花好多钱,把国库花空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国内呢 国内开始折腾,折腾什么,折腾政治 而且这个政治呢 他在党内没毛病 什么呢,我是中共啊,我是共产党啊 我共产党要搞这个公有制啊 搞公有制,那我就得发展国有经济啊 他这个政治上一调整 而且党内很难,共产党很难反对这一点 他这个大话一讲出去呢 在政治上各个经济政策就开始调整 调整了经济就开始往下掉 经济往下掉 原来的这个中共和民众之间的这个 这个默契就不存在了 或者是这个契约就 就崩掉了,你答应我的,你拿到所有的政权,你得管我 管我的生活越来越好 那现在是生活越来越好,不是吗 你生活越来越差呀 这几年下来 2018年到现在 那只生活就不行了,越来越差了 越来越差 那你 后面的问题就严重了 严重在哪里 虽然我们讲 中共 的确没有反对派,成型的反对派没有 老百姓也是沙话 这个没问题 但是你现在 你出现了一个大的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是什么,你原来的政治路线 有效的政治路线你放弃,然后你新的政治路线 新的政治路线导致 这个 一个我们之间的默契 毁掉了 这个后面怎么走,不好说 为什么 明星这个东西呢 当它形成一个潮流的时候 那就会改变的 那你可以看下中国历史,你就可以知道 当你失去了 大家的支持的时候 你总会在某一个地方翻船 我不知道在哪里 中国的历史,我一直认为 它都是很多偶发性事件 这个偶发性事件 后面反映是什么 反映了这个力量对比 就是民众和政府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时候 那你就会因为一个某一个偶发事件 怕翻船 大概是这样 这是我的看法 提问,三软三硬里对美国西方对香港硬是矛盾的,王先生怎么看 对,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矛盾 就是什么呢,就是 在香港 西方国家越来越强硬 美国跟英国,包括其他五眼联盟,他们越来越强硬 那么中国在对美是软的,对西方要软,但是在香港强硬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bug 在香港问题上强硬 香港问题上它为什么要强硬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如果他放软 在香港那一票建制派 他的阵营就会崩 就会崩掉 这是第一个,就是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 第二个操作层面的问题 这还是中共的这种斗争哲学 就是斗争意识,斗争意识就是我在这里开战了 我就要守住这个阵地,这就是中共的斗争意识 或者斗争哲学的问题 他不能轻易退 他一退的话,他们防线就不知道到哪去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矛盾 这个网友非常的尖锐 非常正确,这就是三软三硬里面的 其中一个 非常大的bug 还有一个bug是什么 还有一个bug就是邓小平路线 那是一个bug,这个没有管 没有改变 这个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好不了 中国的国内形势好不了 观点,中共为了保住这个政权,无所不用其极 一方面除西方挣着钱,一方面愚弄人民仇视西方 口口声声说养活了多少亿人民,是人民养活了你吧 世界上最厉害的叙血鬼,非你没手,非常正确 观点,习近平的两个意识 再就是喋喋无休的北戴河还是北部湾会议 北部湾会议没有 已经让中国无法走出死局 所有的决策都围绕着其个人的权利 中国跟 中国根本在于政改 无法政改,王毅的各种外交政策喊话,对美国来说都是谎言 美国都懒得搭理 恐怕最怕的是今年12月到明年3月的各种 国际法院的裁决 我觉得在对外这块,我觉得是 我还是那句话 当中美关系失去它的政治基础的时候 中国的对外战略的框架已经解体了 中国的对外框架解体 他其实所谓的对外战略是没有 没有基础的 那就是一片 就是 东一郎头西方已经没有战略的 提问王先生好,近段新闻,普京发表声明 俄罗斯会出兵 白俄罗斯镇压 这会影响国际的新局势吗,比如 美国会把他的专注力从中国转到俄罗斯吗 尤其是对香港政策会不了了之吗 俄罗斯没有说出兵 俄罗斯是对他进行军事援助 军事援助 算不算出兵呢,应该不算出兵 那么 毫无疑问,俄罗斯对白俄罗斯的政权就是 这个 叫什么 申科,什么申科来的 卢卡申科,对卢卡申科的支持 是卢卡申科 这个政权持续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 美国现在还没有表态 美国还没有表态,但是毫无疑问 从道德上,从道义上,美国一定会支持 白俄罗斯的反抗 反抗的运动 但会不会转移注意力 我不觉得美国会这么笨吧 你觉得呢 他也不是 这个叫什么 国务卿蓬佩奥不是买菜的大妈,对不对 他这点战略常识都没有吗 我觉得不会 利用 利用白俄罗斯的政局来牵制俄罗斯,对美国来说这是个非常有利的局面 你说呢 对吧 而且 稍微的 放一点资源进去,效果就非常的好啊 是吧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觉得 不了了之,这个没有这回事 观点 美国不会把注意力转给白俄罗斯,为什么,因为白俄罗斯没有输出病毒 没有派华为 TikTok 这种企业去祸害美国本土 也没有每天都疯狂 输送黑客,每天偷美国企业技术 美国是被咬痛了,暂时不会松口,转移目 注意力的,OK 情况 微博现在撒币,这两个字已经违法发不出去了 丢弃幻想,注销微博 微博已经很久没去了 因为没得看了 就是能讲话的人都不让讲话了,你去他干啥 你说是不是 外点,中共跟老百姓的执政合法契约能够成功执行 离不开一个重要条件,美国的庞大市场 改革开放是中共一个巴掌打不响 需要英美 配合 中国人口老化,周边国家人口爆炸,即使2020不脱钩 也只能拖延到2025年 习得到的不过是个定时炸弹 提问,当前中国能否通过推动个人信贷透支 进行消费 就像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同时推动国企和民企 提高平均工资,让居民有钱消费 问题没讲完 你想 想干嘛呢 推动消费,就推动消费是吗 那你就准备通货膨胀吧 如果是用这种方式的话 如果不是用挣到钱的方式 用透支来进行消费的方式 就是 个人信贷透支消费 其实这件事情早就发生了 中国的个人信贷消费已经达到了,我印象中是18万亿 18万亿,是个很大的规模 这个程度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中国早就已经有这个月光族了 中国在这个年轻人当中,月光族是一个 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你说他怎么在 提高工资,提高工资谁来发呢 你想一下 一个企业要把员工工资提高 钱从哪里来呢 你说推动国企 民企提高工资 谁给他,他挣的钱多了他才能提工资 他钱现在都快破产了,他怎么提高工资 我觉得现在你的这个建议 不切实际,没办法实施 情况,美国国务院官网发布最新声明称 美国商务部进一步收紧对华为的限制 同时将华为在全球21个国家的38家子公司列入尸体清单 华为又赢了两次,OK 华为我认为是会慢慢的 慢慢的萎缩 因为 因为它的核心,它其实华为主要是两大块 一块是 个人消费,私人消费的产品,就是手机 另外一块就是企业消费 企业消费的产品无非是,一个是 主要是电信产品 电信产品是大块 电信产品这块呢,我觉得5G,主要是在5G 5G这块,海外市场肯定是有问题 海外市场有问题,因为 美国在全面封杀它 那么海外这块它动不大动不了 那么国内这块呢,又有一些技术上的屏障 就是5G的生态没有起来 那么华为在5G上 基本上倾全力在做5G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仅仅是让大家用5G上网,手机上网这件事情,那5G就完蛋了 为什么 你那么大的投入 你只是拿来上网,手机上网,那就完蛋了 5G是指着物联网 如果物联网起不来 那5G就彻底的失败 就会把 华为、中兴通讯 大唐电讯,这三家供应商,以及中国的电讯公司一起埋葬 如果5G这件事情起不来 以中国在,这个供应商也好,这个电讯 电信服务商也好 在5G上这么大的投入 那就是灾难性的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 手机这块 台积电再不接 华为的订单,那也就是说华为的 高端手机 应该是做不了了 那做不了了,那么他只能做低端的手机了 那么低端手机不挣钱 高端手机才挣钱,低端是跑量,低端的手机站立市场 跑量 高端手机是挣钱的 那你高端手机不挣钱,没办法生产了 到9月15号就没有 没有芯片了 那这块挣钱这块的业务没有了 那你说这家公司会怎么样,这边在巨额的投入 这边只剩下了不挣钱的业务 这家公司就会慢慢的萎缩 观点,王老师好 韬光养晦战略其实挺害人 邓当年为了堵住折腾的嘴,想了这个词 当时没有钱就低调多年,现在有钱了就不掏光养晦了 他们的团伙性质决定就是折腾 折腾民众,有了力量就会折腾国际,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我非常同意 观点,中国的传统典籍肯定不能列为启蒙毒物 这些典籍是为了解决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而撰写的 不可以不可能用来指导现代人的生活 我相信对于现代西方人而言 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也比圣经 和理想国更有价值 另外除了唐诗宋子,我也推荐先秦的诗封、处词 因为这些才真正反映中华文明的气质和秉性 路漫漫其修远系,无价上下而求索 还有两个我读完吧 国内洗脑封闭的教育模式,疯狂宣传爱国主义,跟外界世界基本上物理隔离 抱着一团糟粑还当宝 最恶毒的就是大一统思想的泱泱大国的异营思想 观点 中国文化里没有平等这个现代文明的思维,就是要你跪着 我站着 那么我跪着,你站着,千年不变 是这样 情况,中国中西部的农村还很落后 特别是偏僻的山村 包括西藏的好多地方还是吃不饱,住茅草屋 是的 是的 观点,强国党 最厉害的就是文宣,一手暴力打压国内,一手用老百姓挣来的外汇当武器 在国际上推行他们的意识形态 老祖宗说葫芦500年之遇,不知道 强国党这个葫芦还能折腾到哪一天 现在在国内 有 有血性的人已经太少了,香港人真的有骨气 当我看见叶丽仪女士一把年纪了,都在一线支持那些孩子 我就想起当年 她曾经唱过的金国英雄 情况,我曾经是中国部队的,我的军校同学 还有之前的同事战友,最近几年都想各种办法离开部队 觉得没有前途,而且不务正业 口号越来越多 检查越来越多,工资给的少 捞不到钱,根本没有军心 部队的人都想离开,还劝认识的人不要参军 考军校 更别说内部的人去打仗,垃圾部队 情况 对华为的新制裁,不只是不能再找台积电代工高端芯片 甚至无法买低端芯片 低端芯片还有一点渠道 鸣谢 谢谢 谢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